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伯格巴不会进入下转市场 即便巴萨还是必须要等到东窗才可能了 伯格巴夏天转会巴萨的新闻从世界杯期间到如今一直没有停过 其实问题还是在于伯格巴和穆里尼奥的关系 伯格巴和穆帅在上赛季开始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而且两人在接受采访时还暗暗给对方瞎枪带棒 伯格巴声称自己在曼联没有获得在法国队中那样的信任 而穆里尼奥则在季前载中还表示伯格巴表现得不够专注 虽然英超开始后两人的关系看上去有所缓解 但伯格巴仍然是希望离开曼联的 为此他还让经纪人拉伊奥拉主动和巴萨联系 希望巴萨能够将他在转会窗最后时刻引入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巴塞罗那就对伯格巴进行了报价 当时巴塞罗那的开价是9000万欧元 不过此时伯格巴已经随法国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身价看涨 所以马莲对这个价格并不接受 而且穆里尼奥要求拉基地旗 进入到交易之中 也被巴萨拒绝 最终在8月9日英超关闭转会窗口之前 伯格巴并未能如愿离开 虽然穆里尼奥现在仍然愿意出售伯格巴 但曼联并非穆里尼奥一个人说了算的 在英超下窗关闭的情况下 曼联高层不希望在无法引员填补空缺的情况下卖掉伯格巴 巴塞罗那还是尝试了几次报价 希望和曼联开始谈判 可惜都被曼联拒绝 而巴萨在8月25日对曼联进行了最后一次报价 总价值达到1.6亿欧元 已经非常接近英国媒体报道的曼联对伯格巴的估价 1.5亿英镑 目前折合约1.66亿欧元 可惜的是巴萨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这个价格仍然没有打动曼联 即便巴萨在最后的5天内在提升报价 也很难打动曼联了 而且曼联如今形势并不令人满意 伯格巴却恰恰是如今曼联对中状态最为出色的球员 曼联自然不愿意在现在再放走他了 去年夏天库地尼奥的转会和如今的伯格巴情况类似 利物普在2017年夏天三次拒绝了巴萨的报价 最终巴萨不得不在2018年东窗才将其引入 而伯格巴如果要像去年买入库地尼奥那样东窗才引入伯格巴 那又要面对球员无法出战欧冠的情况 但据足球先生的说法 巴萨对于东窗引入伯格巴充满信心 在东窗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伯格巴展开攻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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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